乐活之心与您分享乐活小秘方 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 对于很多健身新手来说 出入健身房肯定会有各种疑惑 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12条健身建议 每条都是干货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健身 1.健身前60分钟内不要吃难消化的食物 如油脂、肉等 你可以适当地吃碳水化合物 例如面包、香蕉等 这可以提高运动成绩 2.锻炼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 让身心得到适应反应 让身体更快地进入训练状态 才能防止运动损伤的发生 3.如果锻炼持续超过60分钟 或者运动强度剧烈 需要补充运动饮料和水 这可以防止出汗过多而 导致人体电解质流失 4.运动结束后要进行至少50分钟的全身肌肉拉伸 这可以减少第二天延迟的肌肉疼痛 5.锻炼肌肉的朋友 健身后需要及时补充高蛋白食物 如鸡蛋牛肉鸡胸肉蛋白粉等 这可以更好的提高训练效果 6.减肥 朋友需要减少卡路里摄入 训练时注意补充水分 绝对不能不喝水 缺水不利于新陈代谢 而且补水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7.健身时一定要穿运动服和运动鞋 这不仅可以提高运动表现 而且还可以降低运动损伤的风险 8.酒后不要进行健身训练 酒精本身会加速血液循环 如果你喝酒后去健身 容易又发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 9.训练后30分钟内尽量不要吸烟 因为血液循环会加速你骨丁的吸收 当然如果能把烟戒了时最好的 10.力量训练时不要平住呼吸 动作节奏控制要缓慢 专注于目标肌肉群 体验肌肉的发力感 11.训练后不要立即淋浴 等汗水干了再去洗澡 而且淋浴的水温不能太高 这是为了防止身体免疫力的下降 12.运动的强度因人而异 不要盲目地与别人比较 运动项目和动作没有所谓的最好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